9月30日 9月30日 线上了2018人之礼拜 在竹里所获值份 是在这世上无法比拟的智商荣耀 因知其宝贵 所以无论是任职还是祝贺 所有圣徒们心中 都充满了无限喜乐与感谢 作为讲师的耶稣教联合圣节会 副总会长李守珍牧师 以正值的新为题 见证了作为被神国度使用的工人 应具备的新华语中心 重职的新第一 应具备凡事尽职尽责的责任心 第二 应具备与所有人和睦的和睦之心 此次任职礼拜 三名协同权势 共38名任职 感谢兵祝贺的时间 以由耶稣教练和圣节会 总会长 郑秋英牧师祝词 灵患者牧师的达词 在美团的祝歌增添了这天的感动 祝愿在第三非乐期任职的所有人员 以牧者再创造的全能 完全成就附身之一 成为云牧者成就世界的主力 接下来是支教会消息 十月十四日 普香文明教会献上了 创立二十四周年纪念礼拜及任职礼拜 华民全知教会总指导教师 祭善牧师见证了为新竹属灵的爱 所需要的牺牲与责任 争到后 由岭南地方会会议长 全命书牧师主持 进行了实务劝识认知与名誉劝识推举 之后的七年时间 由普香文明教会的艺能团 献上了特别献师 更添了创立的喜乐 十月十七日 七三万名教会献上了 创立十八周年纪念礼拜 带着感谢的心 想直到迎来创立十八周年 与教会同家的附身 献上了特别献师 以行为为主题的正道士 参加的圣徒们更加铭记 该如何献认上 合乎深心意的礼拜与祷告 通过在各支教会举行的 双铃充满祷告会 一首帕聚会 双徒们得到充满 临到了医治与英云的祝福 2018全上图圣经阅读大会 现在大家正在自发地去努力读圣经 有的人说已经读了一遍 有的人说读两遍了 有的人说已经读了三遍 圣徒们 我以前教过大家 该怎样去通读圣经 通读圣经和平时读圣经是不一样的 平时读圣经时 可以在车上 公交车上等地方去读 困了也可以撑着下巴 但如果我下定决心要通读的话 困的时候是不能通读圣经的 即使你读了两个小时圣经 如果是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读的 那这两个小时就是白读 通读应该是在精神抖擞的状态下去阅读 这时你会发现你阅读的姿势 也会发生改变 非常端正 就连内心和态度也会变得很端正 不会有一丝的杂念 读出声音时 要一个字一个字的非常清楚地读出来 大脑也能快速理解记忆 但是如果你在困的状态下去阅读 比如读了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即使读了大脑也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自己读了什么 因此不是读了圣经就代表通读了 我读了一节 那就要记住这一节的内容 这才是通读的正确态度 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感谢 同时也为一些圣徒们担心 假如到了审判那日 布神问你通读了几遍圣经 而你作为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信仰生活的劝势长老 却只读了一遍 是一件非常羞愧的事 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道 希望大家都能领悟这一事实 通过此次机会 有的人已经读了一遍两遍三遍 真的是一件非常感谢的事 即使并非自愿 只是因为害怕被我问起 所以不得已地去读了 但已经读了一遍两遍三遍 有人等到了神面前 也就能坦然无惧地回答了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感谢的事 但是大家不能就此满足 一定要时常将圣经带在身上 不时地阅读 武装神的话语 圣徒们 不要放弃 加油 接下来十一周简讯 十一月二十八日 福生安民教会现场创立 二十八周年 纪念礼拜 是 连续两回特别单领打会 第二回的打告会开始的 十月二十八 十月二十九日周一 迎来第二回 届时将有林寿珍牧师 引导特别赞美 祝福与感动充满的时间 愿所有圣徒们 都有幸福地想 神现场赞美的心香 得到特别恩典 在多灾多难的世上 我们能够如此健康的理由 失音有目者的全能 靠着信心得医治 凌若间度过蒙福圣活的 万民圣徒们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见证 大家好 我是 中国二教其副区域长 智慧顺之士 今年的五六月份 天气非常炎热 导致我的孩子 佳音的臀部到后脖颈 都起了疹子 佳音整夜哭闹 都不能好好睡觉 因为佳音属于敏感性皮肤 所以经常会起水泡 但这次尤其严重 我很担心 因有肉体的意念 于是我去了药店 买了推荐的药 然而抹了药后 佳音的情况 却越来越严重 我问佳音 要不要跟妈妈 一起去医院 佳音回答说不去 我在问 那要不要接受祷告 他回答 他想接受祷告 正好 万民祷告院 当时正在举行 恩高聚会 于是我带着孩子 一起参加 并接受了周宣哲 牧师的手帕祷告 在我们祷告时 周宣哲牧师说 孩子生病的问题 都在于父母 于是我查看了自己 发现自己总是会 冲着孩子发脾气 做了很多的悔改 在牧师的建议下 我们又去了WCDN 在那里接受了 蔡芸汐长老的 手帕祷告 当晚佳音身上的水泡 就结了家 佳音也能睡好觉了 过了几天 结痂就全掉了 刚刚仅仅得到了一句 通过这次事情 我想了很多 觉得佳音的信心 比我要好很多 看到佳音不去医院 反而是做信心的告白 也使我重新查看了 自己的信仰生活 想到原来 这就是平高牧师的全能 不能成的能成 能成的成的更好的祝福 感谢医治佳音的附身 陆哲非常想念您 哈利路亚 大家好 我是一杠一男宣教会 在极限电视台工作的 张东元之士 由于在此次 2018年度外民夏季修炼会中 担任音响设备管理的使命 所以作为先发队 在逐日就出发了 抵达现场后 在检查户外舞台 音响设备时 眼睛突然觉得有异物 所以就用临时 卫生间的自来水 清洗了眼睛 出来过了一阵 感觉眼睛活辣辣的 还很疼 到了第二天 就出现了像针刺一样的疼痛感 并且面部也开始浮肿 以至于睁开眼睛都很困难 大到教育时 虽然是由李守珍牧师在正道 在做患者祷告 并且引导赞美 但我感受到了 仿佛牧者在做着这一切的感动 李守珍牧师在做患者祷告时 同时也播放了牧者的祷告 当时我正在接触祷告 在那之前眼睛非常的疼 但是突然觉得眼睛变得很凉爽 疼痛感都消失了 但是眼睛依然有大量充血现象 睁眼睛也非常困难 所以从旋律会回来之后 为了确认病因 我去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 诊断出是腺病毒引起的角膜炎 比一般的疾病恢复期间要长 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医生说由于我的感染情况很严重 所以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痊愈 感染到这种程度 往往眼睛会伴随很强的疼痛 医生问我情况如何 但因为在修炼会议时 已经通过患者祷告得到了医治 所以我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通过这次的事情 我首先领悟到 眼睛刚开始疼的时候 其实就是附身给我的信号 让我悔改 但是我并没有做到 所以觉得很愧疚 然后对于在担当使命时 虽然有热心侍奉 但总是以我的意念为先的部分 也做了许多的悔改 过了一周后 极限电视台的总台长 李启臻牧师为我做了手帕祷告 这首祷告后 在室内照明和灯光下 我能正常地张开眼睛了 于是我更加确信 已经得到了医治 从那之后 恢复速度非常快 到了周三 视力已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 心中充满了感谢 这是既蒙恩典 又蒙受祝福的宝贵体验 感谢父神通过摸着的全能 能医治我的眼部疾病 通过这次体验 我要迅速改变 成为能够得摸着喜悦的子女 感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马山万民教会的 刘英美知识 哈利路亚 今年修炼会一周之前 在帽珠举行了 接力选手的预浅赛 赛跑之前 我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运动 就直接穿上了运动鞋 跑了十米到二十米左右 突然感觉 有人使劲踢了我的后脚跟 我直接摔倒在地 当时就想 我怎么会摔倒呢 非常的惊讶 我接受木质的患者祷告 和全能手帕 祷告之后 可以自己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第二天就是主日 因为我是主日学教师 为了准备夏季圣经学校 有很多事情要做 于是就想 脚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就没有太在意 没想到之后 腿肿得就很严重 脚踝周围也都变轻了 我看情况不好 于是周一的时候 去医院做了检查 派了核磁控症 医生说 足跟筋完全撕裂 需要马上做缝合手术 但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觉得疼 我接受了木质的患者祷告 和全能手帕祷告 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 我曾因木质的全能 原田病得到过医治 信仰生活期间 也一直看到了 极弹木质的全能 因此我想好好准备 在修联会得到医治 虽然医生说 要做手术才行 要不然可能会很严重 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 我怀着通过这次机会 成为全能手帕 见证人的欲望 做了祷告 参加了修联会 去教育场所的时候 我是坐着轮椅去的 然后患者祷告结束时 我试图站了起来 首先是脚落地 之后就可以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 我就想 我已经得到了医治 为了见证 自己走到了台上 又自己走了下来 行走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之后的体育大会 和歌舞晚会上 我都非常充满地参加了 过了一两天 与我的想法不同 我发现脚跟腱并没有愈活 中活依然有很多不变 刚开始我想可能是因为 我接受祷告没几天 会一点一点得到抑制 并认真参加了白天的祷告会 但是我今天有了肉体的意念 因为跟腱破裂之后 一直拄着拐杖 于是不仅就想起了医生说过的话 一方面我想 我真的能走路吗 会不会以后变成瘸子 掩盖父神的荣耀 另一方面我又想 我的信心真的只有这点吗 为什么我都体验过牧者的权能 就不能怀着 就不能怀着信心 坚持到最后呢 为什么中间总是会有消极的想法呢 为此我做了很多悔改 之后我为了参加支教会的 圣灵充满祷告会得到医治 努力做了准备 我做着祷告并悔改 虽然我有很多不足 但是希望通过此次机会 再次能够活热地遇见 并体验父神 在接受全体贯者祷告之后 再到台上 再次接受了 李喜善牧师的全能手帕祷告 虽然是李喜善牧师 拿着全能手帕为我做了祷告 但是 我仿佛感觉到 只目着亲自蹲下来 再为我做祷告 之后我试着走路的时候 刚开始有点不自然 但是后来 一步一步走得很自然 我想我得到医治了 心里充满喜乐 后来我就不用拄着拐杖 也可以自己走了 突然领悟到 原来一只腿的健康 也是这么的重要 领悟到原来一直是有 父神的保守 所以我才能够到如今 也能让如此的健康 心中充满了感谢 现在上下楼梯也很轻松 亲爱的牧者 感谢牧者心怀不足的我 依靠牧者的全能 我体验了两次 牧者的意志全能 感谢父神 也感谢关心我 并为我做祷告的所有生徒们 我爱您 大家好 我是荣耀请拜舞蹈队的 宋恩珍姊妹 7月9日是下雨的日子 我做完练习 中午要去吃饭的路上 从阶梯上 直接滑倒了 以跪着的姿势 下了六节节听 虽然能站起来 但是就好像是有针 在刺着一样非常的灯 非常的疼 把脚一踏到地上就很疼 用不上力气 于是在周边人的帮助下 我去接受了检查 发现是韧带拉伤 于是医生给我打了石膏 因为我是跳舞蹈的 所以医生建议我要更加小心 当天正好有沟火晚会的练习 下周又要站单一祷告会 还要站周五车业礼拜的第二步 下一周又是开拓礼拜 要准备特别限师 于是我接受了主任牧师 自动应答服务的患者祷告 然后开始查看自己 在单一祷告会的时候 努力做了祷告 我受伤的日子是周一 正好那天有魏牧者的 特别别位祷告 于是也接受了 李一山牧师的全能手法祷告 事实上当时我还是拄着拐杖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把脚踏到地上 别位祷告结束之后 回到家时 我突然有一种想法 觉得我自己能走路了 于是我就想试一试 稍微踏了一下 发现一点都不疼了 没有拐杖的情况下 也能够行走了 我之前就随身携带着 主任牧师为我们做的 手帕祷告也非常的珍惜 但是通过这次事件 我再一次领悟到 原来手帕祷告的全能 是如此的伟大 还没有过24个小时 但是痛症就完全消失了 瞬间就遭到了医治 每天每天的恢复速度都很快 刚开始我吃打了石膏 医生告诉我说 打石膏至少要两个星期 之后还要过两个星期的恢复期间 但是我周一受伤之后 没过24个小时 痛症就消失了 没到一周就拆了石膏 下周就站了特别代理 站了代理祷告会 以及周五彻业二部 通过无数的见证 我听到了牧者空间运作的能力 但是当我亲自体验的时候 我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空间的运作 即使牧者不在我们身边 但牧者我们也仍在牧者的空间运作当中 让我更加领悟到了牧者的慈爱 使我在信仰中能够更加的信赖 依靠牧者也能够更加信靠父神了 慈爱的牧者 直到再见牧者那日 便我能也能够更加的 敬忠于自己的使命 等待牧者 我爱您 大家好 我是二青年宣家会的林慧秀姊妹 哈利路亚 自从我上初中期 情绪就变得很糟 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厌烦 在学校的时候 常常殴打别人 还经常闯祸 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劝我去看医生 去医院后才得知 我的精神分裂症非常严重 用药物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要住院才行 所以我的高中时期 基本是在医院度过的 一直在住院与出院之间反复着 现在想起来 在学校屋顶时 常常就会有想这样死掉 我算了的想法 到了今年六月时 心里极其困苦 对一切都感到厌烦 每天都在哭泣 然而在家根本没人能够理解我 妈妈 爸爸 姐姐都一样 人们都在回避我 但是黄美善父指导教师 却没有放弃过我 跟我说我们一起加油 还说七月份有祷告会 建议我一起去参加看看 于是我也渐渐有了 想要试试看的想法 因为我知道 李夫人祷告院长 经常给圣徒们祷告 于是我就以渴慕的心 坐在了前排 每当进入祷告时 我都会流泪 感到有种力量在帮助我 比起自尊心 贪心 舍掉自己 变得谦卑 来回祷告院聚会的路上 我会听下载的十字架之道 还第一次读了 永不止息这本书 想起牧者曾教导我们 想要完全得到医治 就必须要读完十字架之道 于是我就顺从了 那参加祷告聚会期间 我就已经确信得到了医治 所以想在学联会那天 通过我的见证 将荣耀给父神 李守珍牧师的教育时间过后 为患者祷告时 依照牧师的话语 我悔改了未能更多的 顺从牧者的部分 流了很多眼泪 当接受郑明浩牧师祷告时 我非常的恳切 因为我特别想把心里的罪根 都全部拔除 现在对世上的一切事 都感到非常厌恶了 那天我待着 现在不能再停歇了 必须要有所改变的心 走上了台阶 我以前有过愤怒 调解障碍 而现在 即使有人再怎么恶待我 心情都很平安 现在每天想着 都想的都是神的道于赞美 想的要喜乐 即使被打左脸 就把右脸也让给他打的话语 口中常常忏起赞美 真的非常神奇 这位姊妹完全得到了意志 将一切的感谢于荣耀 归于治疗并应允的父神 阿里路亚 目前为了保证不停止祷告 为可目的心努力参加者 连续两回特别的单理祷告会 到新的位置一天也没有拉下 神奇的是 就像在训练会那天见证时说的一样 每到遇到情况时 就能想到相应的话语与赞美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以前如果有人打我右脸 别说是把左脸给他打了 我甚至还要还给对方两倍 甚至三倍 但是先 讲到以前的 我觉得在神面前非常亏欠 我还跟爸爸道了歉 说非常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孝顺他 第二天爸爸也就也跟我说对不起 说相信我完全得到了医治了 让我好好去教会 之前跟院长商谈 于是我开始定时参加了七周的打告院聚会 当七周的打告院聚会结束后 我会得到了入职的祝福 七周过后的第二天 周一就直接去上了班 再次看守到了父神的爱 也是真领悟到父神真的是永活的 且是与我同在的 仿佛冲祸的心声 如果说以前的我是 是牧者悲伤 那么现在的我 想成为擦干牧者眼泪的女儿 有了丢弃世界 努力奔向新伊勒塞朗的盼望 为我做祷告的牧者 感谢您 我爱您 时常与我们同在的父神 通过牧者彰显的全能 就是其名正 因此与牧者共同前进的我们 我们是蒙福的晚民 我们是蒙福的晚民 酸毕 for all the time 我们是蒙福的晚民 我们是蒙福的晚民 我们是蒙福的晚民